你覺得我最多得到的靈感 所以我覺得我最多得到的靈感 應該就是從我看到的一些自然景色去創作吧 也許我叫做台北的天氣很爛 也是 我看到台北的天氣真的不太好 然後我覺得在很爛的天氣下 就會覺得好像大家需要一些什麼陪伴 那就是用音樂來陪伴大家 我個人應該一路以來都會走一個反差路線吧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抵抗著惡魔的糾纏 然後你還是要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完成的那種強烈的那種對比的感覺 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 如果看到很美的東西當然是寫很美的東西 但是如果一些很黑暗的東西 我覺得那就是要回歸到自己心靈層面 我覺得那個就跟我這一次的今年的創作叫做人工島的一個計畫 比較相關 那就是一個比較描述內心的黑暗層面 但是外在可能還是一切安然無恙 但是內心卻是百般糾纏的那種心境的一種對比 當我沒有用文字去敘述的時候 而是一個演奏曲的時候 可能它的層面就會比較多 就是聽眾們並沒有因為我的文字或我的想法 而做一個預設的立場 所以他們在聽過只有單純演奏了之後 可能就會有比較多其他的想法 是我在創作當中沒有想到的 然後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這個就是身為演奏型的這種創作的一個樂趣所在 就是大家聽到的未必跟你想的一樣 可是如果你能夠給大家一個方向一個故事性 然後去引導大家去聆聽這些演奏的音樂 我覺得也是這些能夠跟大家一起交流的一個方式 表演奏 properly 是一個人的小曲 在其中的一種遊戲上看到很多人的有關 是一種什麼的生活 是一個人的一種類的教導 就是一種的生活 是一個人的活動